我敲诈勒索港岛龙头每人20亿 分化港岛地下势力 三亲先生 久仰久仰 哪里 城邦各位关照 小弟感激不尽 我在旁边准备了些特色 不如让这两位小兄弟过去休息休息 既然是蒋先生的好意 请往你们就去休息吧 港岛是个好地方 这让我想起1842年签署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把港岛割让给不列颠 并赔偿2100万亿元 如今只有一年半就要回归 离家的孩子终于要回来了 我们也无比渴望回归 愿意共同见证港岛再创辉煌 蒋先生 你们可能理解错了 我所表达的意思是大叔得割地赔钱 既然你们这次输了 该赔点钱就赔点钱 多少无所谓 十一八亿是个意思就行 我们出来混的 该讲的规矩得讲 各位龙头觉得意下如何 此言一出 三人全都愣住了 我们再给你一口饭汁 你来到这里找我们要十一八亿 年龄不大 口气真不小 年轻人急功近利可以理解 但没必要锋芒泰路 上来就把自己的路堵死 不是聪明之局 两位老大说的是 二十亿才配得上两位的身份 只要给钱 我保证肖蒙不会动你们的任何肠子 吃下面子给足了吧 三金先生 你还真是有趣 既然如此我一安帮送你一千万的大礼 就当是公主肖蒙成列 有理宋早说吗 这样吧 蒋先生你也掏二十亿 否则显得我对你不够尊重 三金先生说笑了 你觉得我是开玩笑吗 随着蒋先生的笑声 十几个黑西装走了进来 大锅饭不好吃 总会出现矛盾 邀请三金先生过来 就是商议如何降低矛盾 这是法治社会 我们是黑的 阿瑟是白的 每天都在盯着我们 都不好过 大家都是龙头 三金先生如果对我们不满的话 随时可以提出来 我不是在教你做人 只是解释下 我们这个层次眼中的江湖 真正的龙头之间不存在大矛盾 随时都可以坐在一起聊天 小弟要上位 你得给机会 小弟要赚钱 你还得给机会 如果小弟赚不到钱 他们吃什么 如果饿疯了会不会把老大吃掉 所以矛盾是相对的 一定的层次永远都存在矛盾 这叫地下规则 帝王知道 三金先生是有大智慧的人 所以我希望大家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你可以考虑一回 十分钟够吗 蒋先生态度开始强硬起来 这是他的地盘 你们的帝国我不胖 只要钱给够 当时收保护费也好 当时敲诈勒索也罢 都无所谓的 还有别以为拿上几把枪就吃定我了 你们想敲打我 就得做好被我敲诈的准备 小子你太狂了 三金微微一笑 伸手指向了一名黑西装 听一听手 我们消盟人才积极 很多都是扛过枪的 从前无序 但现在井然有序 一切行动听指挥 给你们半个月时间考虑 到底选择20亿赔款 还是选择放弃地下皇帝的位置 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顺便琢磨琢磨怎么干掉我 千万别没出息的秦阿瑟 他们不行 这小子既然想死 那就成全他 既然暗黄发起了挑战 那就让他知道谁才是这里的暗黄 我立刻把豪江的人马掉回来 无恙 谁能把大圈三金干掉 就是下一任接班人 几人纷纷下达了江湖追杀令 消息很快传到了黄府人耳中 他连忙找到三金 我是必安局外勤客三金 执行卧底任务 我也不想告诉你身份 但上面觉得我快彻底放飞了 只好让你监督并配合我 黄府人 1957年出生在九龙城寨 1980年锦校毕业 因极乐入仇遭到上司与同事排挤 四年调取手水塘 是个好警察 就是年轻的时候 有点不通人情事故 你调查我 你的资料早就有人发给我了 说吧 怎么配合 别插手我的事 我要把这里的地下势力彻底搅乱 不可能 眼光长远点 地下势力必须为我掌控 规则必须由我来定 一切为了回归 黄色 我知道你的志向 一年半之后 你将任岛内密安局副局长职务 负责岛内所有安全事务 我该怎么做 第一 帮派血拼不准用枪 第二 随时听我命令 第三 让三大龙头离开 知道了 需不需要我派点人过来 白卓 黑盲 杀手 什么杀手 这是我的俩小老婆 不过你倒是可以保护下池雅 隔天 黄府人请三位龙头喝茶 承蒙这些年三位老大给我面子 黄色不用客套了 有话请讲 你是兵 我们是非 全听你的 第一 不准用枪 一旦发现谁用枪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大家那么多枪怎么不去查 他们最少有几百把AK 还有火箭筒 骆老大 你该不会想这先出局吧 黄府人眼中全是威胁 大龙头的面子可以给 也可以不给 小萌那边我也谈过了 不会动枪 如果他们动了呢 谁动谁死 这是红线 养鬼子很快就走了 从上到下都在位回归座准备 你们觉得是几个帮派重要 还是前途重要 黄色想我们怎么做 我听说三位在外面的生意座 得风生水起 经常出去谈合作 这就对了 赚钱才是第一位的 帮派的是没那么重要 的确如此 我前些天还跟两位老大说呢 天国有个大项目 两位你们定机票没 要不我们一起吧 骆老大两人也知道 黄府人想让自己离开 但却没那么甘心 不能耽误生意 因小失大就不好了 生意的确最重要 那就麻烦蒋老大把机票订了 那就好 祝各位龙头发大财 船打难掉头啊 以后怕是就没有江湖了 不是收手十年不变吗 离家多年的孩子回来了 该教的还得叫 不然就得挨揍了 定今天下午的机票如何 当天下午 第安邦 21K 圣和会的三位龙头离开了港岛 消能借机扛扫21K的场 双方形成了大规模的血拼 鸭聊界内却是一片祥和 是时候走进香江大美女的生活了 嗯 三金先生 你很悠闲啊 21K的乌鸦 回答正确 但是没有奖励 三金先生 帮我个忙可以吗 你说 我特别乐于主任 把我赞存在你那里的钱 全部转给我 乌鸦 我欣赏你 骆驼不重用你是他的损失 相对比铜锣湾陈浩南 鸵门山鸡 北角大飞 我一直最喜欢的都是你 我去 你在说什么 可能是我搞错了 这个世界没有陈浩南 三金先生 你是不是秀斗了 脑子不好要去医院 就你这样的怎么做大哥 我小弟多 当然能做大哥 你像蒙的小弟都出去找我们场子了 不然你以为我能这么轻松过来 你牛叉 我认输 我说了很欣赏你 陪我走走 有些是想跟你聊一聊 你未经许是想公司 我认为是想公司 我认为是想公司